云林县古坑乡因为康瑞台风带来的连日豪雨 多处发生土石流 古坑乡公所人员昨天又发现一名疑难者 也让云林在这一次康瑞风灾当中 死亡人数增加为4人 虽然雨停了 不过云林古坑这几天的连续豪雨 造成华山地区土石崩塌 土石还是不断的滑落 道路中断约100公尺 路上后的柏尔路全部都破裂 造成将近80公尺的高度落差 但地民众表示 一号中午这条道路突然坍塌 造成卫林村半天了和苦林角两个聚落 对外主要交通中断 约327户居民电话还一度断线 关了将近半天才抢卸完毕 目前民众出路只能多花半个小时改走其他道路 而古坑乡公所人员上午进行全面看灾时 发现有民众被土石掩埋不幸罹难 那个客在根据他以前有申报农业灾害的那个地号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PDA找到他工作地点 然后上来看 那个分开太大了他来不及了 古坑乡公所表示 这名63岁的吴姓男子之前在大豪雨中失去联络 相公所人员二号上午 在于149甲县荷包村通往石窄坑产业道路勘灾时 发现他的遗体 也让云林县正是在汉瑞台风中 死亡人数增加到世人 也是全国离弹者最多的县市 这种红雄云林报道 连日豪雨让南台湾的屏東来一乡 大片山壁崩落 村民形容当时惊人的声响就跟爆炸一样 还好目前山脚下没有住户 避开一场可能的伤亡 西流对岸的山壁历史不断滚动 接着尘土飞扬 大片山壁整片滑落 现场民众惊叫连连 汤瑞台风带来旺盛的西南气流 屏东来一三天累积雨量高达900毫米 来一村来涉溪对岸的山坡 因为饱含水分 发生大规模的山崩 水宝局估计 崩落的土石至少600立方米 也就是要100辆以上的大卡车 才能亲命的玩 幸好山坡下没有住户 没有传出伤亡灾情 不过崩塌场面太过惊人 周一上班日来一天气放晴 不少民众赶来关心 一个爆炸的声音一样 好像是有飞弹飞扣来爆炸 就蛮恐怖的 几乎聪明都跑出来看 事实上三年前凡那比台风时 就在这次崩塌现场的附近 同样因为来涉溪对岸山崩 土石越过河流 冲倒左岸40多户民宅 当时就有部分居民 因此搬迁到新来一部落的永久屋居住 但现场还留有不少住家 水保局评估意外又岸没有住户 证实没有规划互破工程 不过山上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土石 乡长还是希望中央给予协助 确保社区安全 记者屏东组合报道 上周六基隆暴雨造成巨石滑落 画面触目惊心 到现在还有一颗巨石掉在山上 随时都有崩落的危险 专家初步估计 这一颗石头有两层楼高 重达1600吨 如果滑落下来的话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基隆市担心 如果用爆破的方式 可能会导致山崩 现在打算在石头上面钻孔 让它裂开以后再慢慢移除 作业时间大约要一个星期以上 大石头就这样挂在山坡上 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 想起前天另一颗巨石滑落 差点砸到汽车的画面 山坡下的居民忧心忡忡 金融市政府一早也派员前往巨石现场 勘察发现这颗石头比预期大得多 体积有800立方公尺 重超过1600公顿 如果以爆破的方式恐怕震动整个山坡 造成更大的摊坡 现在只能以钻孔方式慢慢移除 想说看能不能钻孔 用比较那个膨胀的方式 让巨石能够裂开 然后想办法把洞线找出来之后 慢慢地把它轻运下来 市府估计大约需要一周以上才能完成 期间将开辟变道 让小客车及机车可以从后山绕道而行 至于山下前天因为大雨倒塌的民宅 也持续进行拆除作业 但却传出基隆市政府要求住户赔偿 拆除费用的插取 基隆市长张通荣 从上午前往事故现场时 面对住户拦路澄清 张通荣表示一切都是误会 市府将以救灾为先 并负责全部的拆除费用 记者林政五郭俊玲 SNG小组基隆报道 康瑞台风带来的豪大雨 让南台湾几个县市几乎是泡在水里 而因为八年八百亿特别预算 即将在今年结束 许多治水工程却只完成一半 让地方首长忧心忡忡 而由民进党执政的五个县市首长 昨天联合开记者会 呼吁中央继续编列六百亿的预算 彻底解决水患问题 为民请令延续治水 为正续编六年六百亿治水预算 南部五县市首长连媒召开记者会 口径一致向中央喊话 由于八年八百亿治水特别预算 即将在年底执行结束 五位县市长强调治水工程不能只做一半 他们纷纷拿出整治成效 强调钱都花在刀口上 过去的八年八百亿 是中央跟地方协力 每一分钱确实都用在刀口上 而且也已经有成效 希望不要放手 现在如果放手 刑统伴国合会 希望不管三年或者六年 我们六百亿以上的预算 能够无后接回 这个对我们来讲 一定要迅速到位 同时五县市也具体提出 需要中央优先支援的治水预算 云林县87亿元 嘉义县35亿元 台南市95亿元 道市42亿元 屏东县16.15亿 总工程预算超过275亿元 要求中央续变预算 解决地方水患之苦 民党主席书贞昌 也在台北党中央同步呼应 早在去年的8月29号 中常会由我主持时 特别通过决议 呼吁政府 一定要延续 这个水患治理特别条例 一定要续编特别预算 立法院民进党团也表示 将要求经建会议 最快的速度将预算送到立院审议 并在上会期 列为最优先法案 进行朝野协商 而对于南部民进党执政 限制首长的诉求 行政院长再一化 上午则低调为作回应 接下来喜欢莫昭全 综合报道